我告诉你 杨洁 日子不过就别过啊 别到处给我丢人现眼 怎么了吧 你冒你吗 你 明天咱家戒的事 全世界咱们都知道了 怎么了你 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呢 你跟谁说新事 你以为你十七八岁小姑娘 你跟人说新事 你在大街上问问你 有不跟自己男人说新事 跟人外人说新事的吗 从今以后 你爱跟人说新事说新事 我是不讲真理的 心事不心事 你也别跟我说什么 心事不心事 因为咱这个婚 行了 彭强 我听你说行吗 妈 我忍你是因为看见小强的面 既然你这么不给我面子 行 那咱俩就离婚 妈 妈 好 妈 爸 不是 不是 菜还没做完呢 不是 什么东西啊 妈 你在这儿干嘛呀 你这又是唱哪出啊 快下来下来下来 儿子 爸 我就在这儿等你 等你回来见最后一面 不是 你干嘛呀 你要自杀往下跳啊 你从这儿往下跳 你也死不了 顶多崴个脚 还在床上躺了两天 多难受啊 你快下来下来 下来吧 怎么又吵架了 爸爸 你又批月奏章呢 祖国边疆还稳定啊 我妈都哭成这样了 你管管啊 我正在看离婚协议书 离婚协议书 不是 你不是个金牌调解员吗 怎么还有调解失败的时候 我正在看我和你妈的 离婚协议书 什么 不是 怎么了你们就离婚了呀 刚才说的那两条在家上 你没意见吧 爸 爸 爸 有话好好说嘛 爸你再考虑考虑吧 爸 你签上吧 不行 爸 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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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我净身出户 回头我们到民政局 办完离婚手续 我跟你妈 就算正式离婚了 这 怎么回事啊这是 这是 怎么了呀这是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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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别哭了别哭了 别哭了别哭了 突然家里就发生这么大的事啊 这是为什么呀 不是 你能问我跟谁啊 对 给我啊 好好好 就给你 就给给你 爱马鱼儿回药后患 爸 我 你对你老婆 我 都怪我 是我的错 我没给你做个好榜样 我妈这个人吧 都不是不知道 刀子嘴斗不心 回回都说离婚 但是 回回都是烟雾蛋 他心里最怕的就是离婚 你说你怎么还当真了呢你 我妈也爱 是 我妈呢 是有点毛病 脾气差 性子也急 还老打钱的主意 可她 她也没有坏心眼啊 她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嘛 是吧 爸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来 我呀 不用听就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 我跟你妈离了以后 你妈怎么过跟谁过 是吧 这个你放心 你妈这个人最懂得与时俱进了 你们那话叫什么 飞行 对 你妈这个人飞行得很 说不定跟我过腻了那种老富少气的日子 人家背不住想尝试一下姐弟恋的 对吧 不用操心了 你妈不是说我耽误她了吗 这回你爸放她一妈 还有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 你妈过去说投资这个投资那个 知道的 人家说她是好心 不知道的 还都跟她揣着心眼呢 怕她骗人家钱 我跟你说实话 人家要不是看着我们面子上 说我人好放心 那要债的 早把咱家门槛给踢破了 你信不信 今天我跟你妈离了 明天要债的 能把咱家门拆了 你不信你就看着 你啊 也不用劝我了 你别忘了 你爸我这金牌调节员哪 你还有你爸会劝人吗 是吧 你就是找出一万个理由来 说说服我跟你妈 你爸不离婚 你爸离婚的理由就一条 走投无路啊 大大好 把我扔在家里 后来幸亏人家老胡来把这事 解决了 他居然回过头来 来怪我 你说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太不应该了 还有上一回 在车上你也看见了我跟反红 我们俩出去比赛 我们俩只是朋友是不是 对 你 你相信你老妈是不是 你也看出来了 我跟他只是朋友 我跟他只是朋友 绝对相信 你老妈居然给我 一把三成 一把三成 你说这是误会一次两次 是误会 那十回八回 那就不叫误会了 你说我这把年纪 要是能过得下去的话 我会走到这一步吗 你说 妈 你还年轻 你是个美女 你还年轻了 这回 不管他怎么求我 绝不可能了 绝不可能 真的绝不可能了 儿子 你 他怎么怎么跟你说的 他 他说 他是不是 根本就没让你来救我 不是 他 他让我吧 那个 儿子 这回吧 我跟你怕这件事 闹大了 我要 要跟你好好说说 还说啊 我说 我看看纸还有没有 行 来 好 那你接着说